京东9618,310元有货 长远前景怎么看? 问你混不混好? 这是Yanny来的 其实现在看到那个 就好像你的预期 就是那些监管部门 好像放原价回来 那些监管再出路 你觉得美团的情况是一次性 还是未来陆陆续续再有监管 大家会看到 我觉得未那么快 要遇过天青 突然没有任何消息出来 应该是比较难的 而事实上美团的消息 会不会市场觉得很意外震惊 就不是的 纯粹讲问题 这些股份纯粹都是稳位调整的 所以我觉得京东集团的质素不差 正如刚才说三五七年长市 真正的长线投资的话 这些位置又不是说没得手的 但是你短线 你只是目光看 可能今年2022年 可能有机会走一个跌幅 所以你有没有必要那么心急去嫁住 你现在才坐在一起熬一吃 你现在的位置混货 是不是再跌多一成 你又再混货 如果你可以分很多柱 每跌一成 你这样去混货的话 你用一个本多中性的策略 去赢一些股份的话 京东又未知连这个策略都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过程很痛苦 我会质疑有没有这样的风险成就能力 相反这些我们最害怕的状况 就是开始跌到三四成 你越购越多货 然后去到可能250多元的位置 捱不住 然后一口气指示 然后到消息出来好一点的时候 上回去 那就担心了 我们最害怕这些状况 所以你说要加住这些时候 刚刚才有负面消息出来 想到没想到 至于要不要继续坐下去 真的要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还有你那个部署取向 短炒的不是你短才博的 我们刚刚这么说的 你博恒指 站在24000楼上的话 的确要博这些科技股 有机会弹一弹 但是问题就不代表弹很多上来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你可以先保持住 如果要定一个指示位给自己的话 280元这些位置穿一穿就走一走 但是如果你说握住那一手 310几元很细住的 你坐到的 那都可以的 但是一旦未来可以预示到 就是一旦京东集团被人约谈 或者电商频道有什么整合 有些任何的消息关于他们的毛利 要收窄的话 那些资金或者很多大型投资者就先走了 那就会短线形成一个估计 所以这些股份短线来说 是好好炒的 但是方向就是以炒一个上落range为主 如果你看图上 你现在未来一个大型的区间 就应该是在 250元至310元左右 现在偏上这些水平的时候 你高位有货 特别在区间顶部的位置有货的时候 你只能够局守 所以暂时来说我觉得 第一方面不要乱加住 第二方面 你搜不搜下去 这个就因人意义 我就会建议以280元作为一个指示位 麻烦了 按摩